我们再进行第三步 第三步就是通过Buybar的工具来解析ES6 然后我们一开始也需要去安装好多NPM的一个插件 上一刻我们打包完之后就一直在这持续的运行 然后我们想要停掉它怎么办呢 我们按照Ctrl-C 按照Ctrl-C就停掉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安装需要的插件比较多 第一个是Buybar Call 第二个呢是Buybar Loader 这个其实从网上去考也行 其实复制也行 但是没办法我们做要求有规定 必须去手写代码一个一个来写 而且保证不能老是重复的写错误 Polyfill 然后Buybar Preset ES2015 然后Buybar Preset Lattice 好 写完 刚刚CV刚刚第一位 同理 同理我们去淘宝的这个NPM地址 去考一下淘宝的军项 然后站在这来 好 我们运行一下 但我这次没有写错 好 这个估计也得安一段时间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回过头来去做一些重复的事情 我们先把之前的窗口都关掉 然后我们在根目录下面 我们要创建一个文件 叫做.bybar rc 大家注意这个点 前面这个点要带着 这个点在Mac或者Lenux里面 它是一个隐藏文件的意思 就是只要是用点开的 都是隐藏文件 但是在Windows里面不适用 但是没关系 你就带着就行了 就这么命名就行了 .bybar rc 这是个dc媒介 里面我们要写什么呢 我们要写precite 等于是个数组 es2015 然后 lattest 然后接下来写 plugin plugin 等于一个空数组 空数组 我们接下来以后的课程 会用到这个地方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先留空 先保存就行了 好 我们改成这个dc的格式 好 保存完之后我们看一下 已经按完了 按得还挺快 按完之后呢 这个插件已经按完了 就是这么多插件已经按完了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bybar rc 也已经建完了 好 接下来我们还是需要改一下这个 webpack.dev.config.js 怎么改呢 我们要增加一个 在这加吧 增加一个model 就是模块 模块呢 我们要写 这个raws raws也是个数组 我们增加一项配置 然后test等于什么 test就是说我们要去检验哪些文件 这是正在表达室 我们要检验的呢 就是.js的文件 就是我们要把es6变成这个es5嘛 所以说我们要检测点这个.js的文件 然后exclude exclude什么意思呢 就是哪些我们略过 略过的文件 那肯定就是这个load modules这个文件 就是说我们安装的一些第三方插件 我们就略过 就是我们在这个里面这么多 我们不可能爱着检验 而且第三方插件都是经过这个有效认证的 它应该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错误 我们只是去检验我们自己写的这个.js的文件 然后根据wipack的标准呢 我们要执行一个loader 就是检测中文文言之后 我们要执行个loader 这个loader呢就是这个bibleloader bibleloader就是说 我要对这个检测中的这个gs文件 进行bible的处理 如果遇到es6的语法 我就把它变成这个es5的语法 然后让磊软器能执行 那我们保存完之后 这应该是有个多少岁忘了 大家不要忘 忘了之后 等会就保存 好保存完之后 我们要去实验一下 对吧 好我们实验一下 肯定是要把这个原代码给改一下 就这个src里面的index.js 我们不要再打这种 比较低级别的这种loader 我们真正的写一个 class.person 好class是es6的语法 对吧 我们就看一下 我们这个es6的语法 在这个环节下能不能被解析 constructor 我们这先不解释 因为这个会在面向对象在讲的时候重点去解释这些东西 我们只是去先去写 先去写一些es6的语法 我觉得这个应该大家应该也不是特别陌生 然后es6出来这么长时间了 应该也不说熟悉吧 至少最基本的多少有点了解 好我们定义完class之后呢 这有一个过渡函数里面 我们把内幕给大家复制成这个属性 然后有get name return list name 好 这是最基本最简单的 好 我们接下来要 你有一个实例 然后把这个内幕传进去 我们就叫做双约老师 好 我们打印一下这个 alot一下吧 alot一下 p.get name OK 这就是一个标准的es6语法 我们就还是到控制台 我们npm run 第一位 我们看一下 我们可以先把之前的这个页面给它关掉 然后我们再体会一下 这个它自动打开的这个效果 好 打开了